我想今天呢是 我正去少 不用四五分钟就很快结束 我是越来越希望我们能够 更实际或者具体的谈一些事情这样的 那所以我想主要是在沿着那个思路 提一些的建议跟想法 那我想要先提三点观察 第一点呢就是呢 华人教会呢 虽然这个是梁牧师吧 非常很有热情地讲到 我们要为那层求平安 耶利米书29章 但是呢 我们在海外的这个华人 我就讲大陆好了 因为我们大陆的群体的华人教会 大概可能也就是三四十年吧 多一点四十年少一点三十多年这样 所以呢这个 只有一个fundamental的issue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 生活在一个bubble里面 就是一种一种的被保护城或者泡沫里面 那这些的泡沫下也 这些的泡沫里面呢 基本上体现在 我们不太关心这个周围的世界和社会 发生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呢 再加上 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 华人虽然说很注重家庭 但是有一个比家庭还重要 大家同意吗 就是工作 OK 你去问所有的这些基督徒 他们当然 主流学的回答是神是第一 然后妻子在旁边的话是家庭第二 然后工作第三 但是心里面最最根本的是工作是第一的 家庭是往后放的 神在哪就再说这样 这是最最根本的这两个特点 就是关于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议题 这是大陆华人教会的现状 这是something we have to deal with 所以说呢 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同时也是个机会 就是说呢 唯一使得华人教会 今天还在讨论家庭这件事情 有个很根本的原因 至少我在美国三十几年才注意到的 就是因为他们发觉 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孙辈 离开了信仰 离开了教会 That's the only reason they even seriously think about this issue 否则的话 他们就可以带过了 从牧师到慧众 到传福音的过程 The only reason that shook them 就是他们发觉 他们的孩子和孙辈 不在信仰里面了 那将来在天堂里面 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或者孙子和孙辈 会这个事情让他们很不舒服 OK 所以这是 This is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shook them 所以是离开了这个 离开了这个bubble 这非常real的事情 第二个呢 华人教会的领袖 普遍是不情愿设计这些议题的 因为他生活在异国他乡 异国文化 很多的时候英文 对不起啊 这个英文有些时候也有一些困难 然后呢 美国的整个的这个西方的历史 很多很多的主义 这些的议题 他们搞不清楚 所以说的这个 本能的是不谈 不谈政治 不谈社会 就谈主 就谈这个 追求 就谈教会服事 就谈敬拜 OK 这个舍己 对吧 所以呢 但是呢 reality就是美国社会 眼睛你看得见 就是就在变 OK 所以说呢 所以越来越多的领袖 包括他们自己家人的 自己的孩子 都面临这些挑战呢 他们至少现在开始愿意了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势头 第三个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非常严肃地来 来回应 刚才Bio提的这个问题 There's a big elephant in the room OK 我们今天 参观了一个47年的 You know Focus on the families 77 44 years 47 对不起 我这数学 数学没算对 50年啊 弟兄姐妹们 50年啊 然后这个是曾经是 可能一两千里 或者几千里 而且对美国社会 产生极大影响的 然后现在 has to shrink 然后Cosin which I was told 租这个楼 租这个 就在外面 是从91年开始的 OK 然后今年是32年 讲world view 然后 那个 那个也是 试着在全美国产生各种的影响 for 32 years 看今天的美国 看今天的美国教会 This is a reality This is a big elephant in the room OK 所以说 如果你问一个businessman 他下一步 他需要去 或者问一个搞学术的人 他下一步 需要到哪地方去取金 他会跑到这边来取金吗 That they know They know the reality OK 所以说呢 这美国 美国的社会和文化 不但没有 好像在往 我们希望的方向转变 而且急剧的加速在转变 OK 而且这样的转变 迫使了中国教会 也必须面临这个reality 如果还想在 美国这样的社会文化生存的话 所以到底我们要学什么 到底我们要 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这些议题必须answer 而且我们必须 engage 四十七年的 三十二年的 这些元老们 一直到现在 They have to tell us They have to sit down with us carefully go through all these issues What are the What are 这是真正 真正 where things went off 那并没有真正产生的 the impact for the result that they hoped for and they gave their life for basically 好 下一个问题 就是 这前面是三个观察 那我其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十年之后 我们到底想达到什么目标 在做的 OK 然后 我不知道 可能最年轻的是 那个小伙子 坐在后面 是吧 多走了 他可能还 I mean 十年之后 What do we really want to achieve OK 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What do we really want to achieve 是更多的材料 然后更多的人 在使用这些内容呢 还是something else OK 还是 还是我们只是在 delay的 inavitable 在学术界 你要写一个 资金申请报告 说 能不能给我一个million dollar 我能够研究什么问题 他们第一个问题 说 我给你了这个 一个一百万 三年之后 你到底想干什么 得到什么成果 We have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所以 提几个想法吧 我个人的感觉是 我们可能有一个 window of opportunity 就是一个 时机自创 我这个中文不太灵光 换句话说 我们没有说 还有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去figure this out 然后再来看说 我没比我们 试了二十年之后 发觉这个美国的model 也不太work 我不觉得有这个时间 我甚至觉得 在北美的教会 随着美国西方的文化 继续的 decline 教会 第二距离的 decline之后 北美的华人教会 基本上就跟着了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be separate 然后呢 行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形态出来 因为我们本身的神学 本身的底蕴 很多的东西 都是非常的弱 所以 所以 西方的越来越弱的话呢 华人教会 在现在有这么一个window 就是我们还 还在 还在觉得 we can fight 然后we can somehow be different 但 如果这个window 如果能够抓住的话呢 我们或许 真的是make some difference 如果这个window 过去的话呢 就像华人教会 跟西人教会 我觉得本质上的差别 是不会太大的 我是说在北美 在 在 中国或者是说 本土或者是在 在东南亚 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 那个有他要去谈的事情 所以说 对不起 我忘记打中文 在这上面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 我这个window是 三年是五年 是十年 I don't know 但是我觉得有个window 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华人教会也就give up 作为一个整体 我讲的有点不太属灵 但是 我在谈 worst case scenario 所以大家 这个 Francis Schaefer 刚才这个 Bill提到 76年 英国出了 英国一个 一个 爵士吧 好像叫Cook还是什么 写了一本关于 就是人类human history 这个Schaefer说 这个是完全错了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 How then shall we live 而且做了那个video 十几集 网上大家都可以看 他的最后 第十三章 Chapter 13 最后一章 他说呢 他就分析了 这个是Rise and Fall of Western Culture 他就说呢 我们现在整个人类社会 面临两个选择 76年啊 然后他说两个选择 左边的是 是基督教价值基础的 是可以产生自由 但是不至于混乱 等等等等 他说以人本价值为基础的 它会产生两种情况 一个是混乱的 无政府主义或者是独裁政府 现在你看看 今天21世纪 全世界的两个主导 主导国家的制度和形态 跟这个本质 然后你所谓的这些 混乱的无政府主义 其实是操纵 一些的精英 Sounds very familiar 所以这是第一个思考 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个 有一个时机之窗 三年五年十年 We don't know 皇人教会 has to think really hard 第二个呢 We must get pastors engaged 就是说 就是不断做任何ministry 或者特别我们讲家庭这些 牧师们 必须真心地认为说 他们要做这些 而且这些成为他们教会的根本的 跟所有教会别的部分 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不能够分割成一块一块 或者也不能分割成 一个月做一次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has to be fully integrated 所以基本上 华人弟兄姐妹 过于依赖教会来提供信仰 过于依赖教会活动 来提供他们信仰上的帮助 那换句话说 牧师就成了 为他们吃东西 培育他们的这个 给他们的养料的部分 gate keeper which is correct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牧师决定给什么 不给什么 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这些弟兄姐妹 怎么成长 怎么思考 然后怎么生活 so我主要想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在华人教会 因为弟兄姐妹 so rely on 就是依赖 牧师们的教导的话 然后如果他们上网去找的话 如果又是英文的话 基本上他也不愿意花这个时间 去精力去学 然后又非常系统地去做 所以基本上 如果师工能够把牧师 真正地带入进来 我觉得才有希望 否则的话呢 还是 英文叫one hand clapping 大家去想 这是什么意思吧 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 我是觉得 这是我personal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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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ef 就是说 任何关于家庭的材料 必须要跟国度的架构 放在国度的架构里面 不能单独拿出来 这个单独拿出来 容易产生另外一个后果 就是大家其乐融融 小家其乐融融 forget about 这个evangelium forget about 这个国度 forget about 这个discipleship 这个 this i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either 所以说呢 它has to be a holistic 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华牧 有相当一批的领袖们 包括在座的很多 我们fundamentally认为 教会是一个 由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 by definition 按照定义 所以说 你去那么想教会的话呢 就很自然地把教会想成是 几十个家庭组成的一个 六七十人的一个教会 所以说教会是一个大家庭 然后你打开一看呢 又有二三四个小家庭 所以说建造教会 就是建造那二三四个小家庭 同时也建造 家与家之间的关系 来形成这个大家庭 所以说这是 built in the definition built in the basic DNA 所以说 然后呢 这个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呢 又是连接在神的整个国度的 一个全面里面 所以关乎国度的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教导 一个思考 然后一个装备 是远远超过 只看家庭这个部分 但是家庭重要 但是重要 但是它还是整个大图画的 一部分 所以说 不能被本末导致 第三点呢 就是 学术界在二十年前 就已经提出来叫 co-design这个想法 它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因为你如果问今天 最快的计算机 能够干什么 OK 那在二十年前呢 IBM啊 Intel啊 或者是 Whatever Corea 他们就去做 他们自己的计算机 就做得最大 然后有第二批人呢 就去写这个计算机程序 你要算这个风 怎么样在大气中飞 它就给你算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像我们这样呢 就是说 买最好的计算机 拿最好的这个程序 然后我们试着去理解 黑洞子怎么形成的 比方说 那到后来发觉不行了 因为 我们在那算算算 发觉这个计算机 虽然它的内存很大 但它的速度不够 或者速度很快 它的内存很小 所以还是解决不了 我们的问题 所以长话短说的话呢 这三方 need to come together 就是做硬件的 写软件的 然后做应用的 必须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very beginning 就从最一开始 就要在一起谈说 我为了能够解决 研究黑洞怎么形成的话 我需要计算机 有这么多内存 有这么快的速度 有这么多的Cores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然后呢 你照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这些东西 写程序就要考虑这些东西 最后我可以运用来 来真正解决问题 这个英文叫co-design 中文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 合作来设计好了 所以说 那我说合作来设计 推广 使用和推广 那 我们这几天听到的 很多的这些资源 的确有一些 可以直接就翻译 翻译出来之后 直接就拿来使用 大家就已经很受祝福了 但 外面的这个 时代的这个挑战 如此之快 这个当代的这个 这个挑战 如此之快的话呢 你最终要产生 实践上可以使用的东西的话 我个人认为 很多东西是要回到 回到co-design 在这个阶段 这个 牧师们 这个 事工的领袖 跟这个资源 资源中心 还有这些神学家们 其实神学家 is just as important 这个就是 从 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这些 最最根本的基础 源于圣经 源于圣灵 在这个时代的 这个话语和带领 源于教会历史 是教导我们的 这些内容 这些在 这些基础上 产生爱家的材料 然后又产生 这个各种 事工的教导 然后再进入到 弟兄姐妹的 生命和生活里面 所以 这些必须 come together 在一起赚 在一起磨合 co-design 东西出来 才能够运用到 不同的 这个族群当中 所以说 信仰 当代的 在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地点 这个context的挑战 然后 产生 产生 实践智慧 practical wisdom 或者 practical products that can be actually used 新当制的内容 所以呢 最后 按照 Panda Express的 教导 对不起啊 这个越来越不属灵 a partner can help you achieve success 昨天拿到了 所以说 i don't know who this partner is i don't know what success we will achieve but a partner can help you achieve success OK 谢谢大家 对不起 对不起